这个是看着 老东西 可怜不要脸 天空心 我这些是消磨 这是为什么呀 小伙 在静川 在北川 在北川 在地路 坐下来 明白吗 幸亏 你到底想过哪样 像一次往破舍 你老公命不想要了是吧 你小子行死 还大了是废 要不 我送你们一家整整集上路 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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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帅 这五年 多谢照顾 玉鳳 回去以后 好好照顾父母 骁龙军团永远是你的后盾 公送封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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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石黑资 明明唐家的果山就是我们霍家了 为什么 为什么要请一座没人要的荒山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在北村 在北村 和霍家想要什么 就有什么 非要说就有什么 就是高兴 可以吗 你们不会有好下当战 是吗 你想报仇啊 凭你 还凭你那非我儿子 舔倒糟糟 行家 不会怕你们的 你不会真以为我对你家荒山感兴趣吗 那是谁 不是我感兴趣 季老公 弟弟 大哥 盛景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 你们家这个山 多我一半 就是不愿意 竟然 不管兄弟情义吗 就别怪大哥无情 不是 那座山 我只打算 种果树 山里面到底有什么 你说 这辈子 都别想知道 你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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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妈 妈 我愛醒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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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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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終於回來了 好吧 接著 好休息 老大 那月租金交了嗎 我們口也不高了 真的錢都不夠給租金 你說不交都不交了前二十年呢 現在沒有錢了呀 沒錢 那沒錢有東西啊 給我發 哎你們幹嘛呀 哎 這就是集團 果然名稱不要看 是啊 我 蕭龍軍團主帥 陣龍 一二一 李趙 我們要出征林凱了 要一起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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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雲海周五年 從沒有傳過消息給我 身不留情 我應該早點 阿媽就跟你說 他們 有什麼貨家 貨家 貨家在北村 無惡不作 所有聲音都繞不開他們 那也到底發生了什麼 你們為什麼殺我父母啊 不知道 韓伯伯出事實 他們不讓任何人靠近你們家 弟弟阿神 也不知道 從那以後 就沒有再見過他 我 你要幹什麼 啊 伙母在上 是博笑子唐玉通 不能給你們守臨啊 星兒 如果回來的就不去 把他面盲之城都得不到 我不是我死的 不是很難家 玉芳 我走死一大坎 人家痛苦的你 不分離我高地 你這誰啊 何老大 我现在无价可畏 请收下吧 听说你爸妈死了 是 你弟弟唐生呢 失踪 你不去找你弟弟 跑过来拜吗 他不是我亲弟 是我爸妈捡来的起因 失踪就失踪 你还真是个美丽诗词的东西 人不畏计 天出平坚 坐下 把苹果后吃了 学学多久 挺好大 老婆 我一定查出杀害你们的真凶 你回来了 你怎么会在这儿起来 妹妹 你认识他 我在救护老大收入 老婆 你什么意思啊 我凭什么收入 留了继分力 你这个可以 你这个可以啊 果然从云海战上坏 身舍不错 请霍老大 给口饭吃 云海那边有个骁龙军团 听说过吗 骁龙军团是云海的最高特种 只听没有强 你要想也是 你一个废物 怎么可能接触孝武军团 不过 想进霍家得守一个规矩 什么规矩 从我当下钻路来 什么时候的规矩 我刚定的 二哥 你要这样的话 我就要去找大哥了 去啊 不过 以后他也别想再进我们霍家 凭他是我男朋友 也不可以 你 你是他男友 是 那也不行 不钻 就必须要进我们霍家 谁让我收你钻骨刀 海村老大陆阳 正是你又我 陆阳 你想干嘛 这里北村 不是你们海村 对了 你有谁一定有什么话 陆阳 他们精神不犯河水 别给自己找麻烦 找麻烦 你哥说这句话还行 你 不配 陆阳 别推脸不要脸 别忘了 这一场还有赵家 赵家 赵家 赵家好恐怖啊 哈 赵家就把你们过家当狗屎 和老陆阳走吧 陆阳 你到底想干嘛 我想 老子兄弟刚回来 远三口肛 那羊点往哪搁 是你兄弟 生死兄弟 什么生死兄弟 什么生死兄弟 都五年沒見 又不是喝過雪酒那個投影狀 搞笑 你身手不錯 搞定這裡 你就什麼貨家的人 孝一波 你別害了 還真吶 那我幹嘛 還不滾 我 好兄弟 從今往後 你就是我們貨家的人了 在北村 再也沒人敢欺負你 徒元 上球 好兄弟 我 好兄弟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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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你女友定言 干什么迟早啊 滚出去 等等 转过来 你错嘛 来来来 坐过来坐过来 哥 看这明明没准没屁股的 我给你教你个好看的去 没有 我就要你 坐过来 这就对了 只要我高兴肯定 哥我就是个服务员 我就帮你教其他人 别 我就喜欢 没想法 你们老板见了我都挺好看要 怎么了 你没事 你怎么不让他看着我啊 你说你哥天天这样 会以后跟着他 不得跟他一样 你 出去 你要你干嘛呢 嫂子让我监督你 你说我要不要报复嫂子 去去去去去 你嫂子的脾气你也知道 哥 你就是这样给你父母报仇的 行儿你听我解释 我听着呢 我投入货家 是为了找出父母被害的真相 报仇血恨 要是让行儿知道了 岂不是给他带来的危险 我累了 报不报仇对于我来说不重要 主要的是能有预亏汉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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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 你不认识汉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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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 我們都恨他們恨得要死 沒想過你要搬到貨架 但我們沒想過你會穿貨架來一條狗 搞定 走 雅耳 雅耳 走吧 你小子真是个嫩妥妻 我让你打他 没让你打死他 对不起老大 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呢老弟 知道了老大 非常不好做 您知道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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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怎么样 有眉目了 你说出动 老地方见 哎 你就不关心关心我 关心你 为了你老子给医院讨好三天 我就见不惯你那副装独独的劲 我说 要不是为救你啊 你说我照谁惹谁了 废呆人能救啊 不过呀 你还算聪明呢 至少明白我是什么意思 我懂个屁 他当时 你说什么投兵状 他骂我 我太想起来 咱们结拜那会儿 我说整个托兵状 结果 那个托兵状要骂我 查怎么样了 几乎可以肯定 霍元王当时在场 咱还有其他人 霍元王这是个大使 他背后是他哥 霍华财 霍华财是北村的老大 但他从来不露面吗 哎你说他们的敌人是什么 不行 你家是不是还是家宝啊 啊 我只知道啊 我爸的荒山是他家的 啊 还不 就是个荒山 那你打算怎么办 先干掉霍元王 霍元王 那目的呢 打草兴蛇 然后呢 蛇出洞 啊 霍华财就是那个蛇 不 其中一条而已 行 那你要我帮你做什么 全面进攻货架 你让这个疯子 撒了我们村里的什么 你到底要干嘛 大哥 霍元王带人回来到村子酒吧 多少人 你两个他下面所有人都来了 啊 霍元王 你去 老大 你啊 他现在所有人都在我们的酒吧 我也知道他的老我 好的老大 你也是和我 放心 所以现在两个村子没有一个多余的人 我几十号人够了 空哥 我跟你一起 谁 是你 你果然也不是 霍元王 你看来你早就怀疑了 当然 那你为什么不揭穿我呢 非我利用呗 你这么好用 不用白不用 但我从来不会和你单独享受 你就这么一起 是 你是难打 你一个难打我们几十个吗 露元的人都在酒吧 你在静川咱找到一个帮手 我 你想怎么说 我这么说 我这么说 你也知道我 我这银行不咬 你咬座 我咬座 你咬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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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證明 你的兄弟們和陸陽 都會替我撐 你們這是幹什麼呢 陸陽和唐宇峰在包廂裡 燈跳呢打包廂我們了 唐宇峰你死定了看刀 唐宇峰 跑不了吧啊看刀 抓住吧哎 唐宇峰 唐宇峰 你到底想知道什麼 我從來沒想過從你嘴裡套話 你說或不說都無所謂 就看你是想要痛快還是痛快的 我這幫兄弟 可都是城河之間的高手 那我到底什麼人 蕭短俊 說說吧 你那大將到底發生什麼事 那一大將 不準備ICK 我真的想看到你 那個 很 shortcuts 这菜不错 各大 卖个好价钱啊 那还是我种的 你就等一下保护你的左餐 过几天长成的 你就等着炫目吧 我来帮你们 我来帮你们 我也是我们村长的 有什么做不来的 老婆老婆 老婆 我好好看看 老大 我一辈子就去买个火山 就这么送给你 送吗 我没花钱吗 你好好看看 我是不是花了五十块 老婆 老婆 我买个都五十万 你别不是好歹 你那边山 不是荒山 是大死方的吗 才买下来 给你签了 我不会签 没有 后来是你都知道了 这么说 我大伯唐书冈也是凶手 你自己去问他 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出门带了多少人 三十多人 当时还从个北军的核心就发过 是的 可以确认 丁岩小姐呢 也可以进这 你是进几个月的 三个月之前呢 你当时在哪 这几个 干什么 路阳单挑 他打起来动力太大 毕竟 九八可是一个破碱的才成 有谁可以争 大哥 我们都看到了 他和路阳两人进了包间 路阳被风哥打成重伤 是的大哥我也看到了 风哥的车和我们在一起 行 就按你说的单挑 不过 事不方便 咱们进去打 为什么 都带着兄弟们的 我可不想输了给兄弟们出球 好 走 放心吧 知道 是我爹爹杀你 对吗 哈哈哈哈 好一个人见败了 像是这样吗 是啊 是啊 二个一天 他不可能杀得了霍老大 我去现场看过 至少是一百人以上的大楼 这等实力 在整个静川一个手指头 都数不过来 故意都给你看的 我的好堂哥 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 以后霍家的事情 我来解释 唐永锋什么 老大现在就给你第一件事情 什么事 金矿知道吗 知道 在市面上十五万一颗 我们霍家 在这山里发现了大型的情况 下个月呢就要进去土坑了 那时啊有一座坟 你需要给他画好了 不然呢 人生命运 你不记得 好 二国二神的门啊 唐弟你要挖吗 嗯 我 我可怜的二国二神啊 死了都不得安静啊 你们的儿子啊 为了融化富贵啊 要来挖你们的分了 啊 哈哈哈 哎呀 成大事者 必须经历这一切 废物就是废物 你连你父母的粉你都保不住 你还成大事 鹏哥要不 你来动手啊 哎可别 这天打雷劈的事我可不干 这事怎么着的 你说 挖坟呢 我说的什么你很清楚啊 我还真不清楚 欠的债 我有欠你家的债 给你开快笑呢 哈哈哈 那就好 那就好 哈哈哈 那要不你亲自动手 我的父母 当然由我来动手 请 太子 你个混蛋 鱼儿 我再不来 连自己父母的坟都要挖了 那个地方 你为了给霍家立足 什么都不要了吗 我有不得已的苦衷 什么苦衷 别人教你怎么做 你就怎么做 你需要知道 刷给我来这套 你都已经变得我不认识你了 西安 没有变 按照证明给我看啊 把他带走 唐玉芳 你个混账 你会有放育的 你小朋友 你怎么这么是个黑人 老大吩咐的事 必须做 你不会以为我真会让你忘了 当然 为什么 因为 这样会寒和鬼儿的词 哦 这么去为那 你当的人去 当然了 因为你既然能当到老大这个位置 我没有问题 也是 华人组纷 和四千八个人 出来混 这个网民我可怕 哎 这座山里有着数不尽的地方 比方你跟我好好干 咱们兄弟 二老的事我很遗憾 但我弟弟也不得了小姐哥 谢谢老大 别叫老大了 小哥 谢谢 你跟年人挺配啊 找个时间把婚事办了啊 我们走 刚刚是你打的 是要怎样 哪只手打的 咱哪吃 哪只手打的 咱哪吃 住手 你要救他 他以前是我同学 这么点事不至于啊 你连自己父母的坟都敢挖 现在连一个女人的手 都舍不得了 他就是个小姑娘 何必为难他呢 打了你的女人 我不在乎 跟你纠缠不休的女人 没有的事 那你为什么那么在乎他 因为我不想当一个疯子 你是说我是一个 霍阎王就是个疯 但霍华才不是 他们都是你哥 你应该很清楚吧 有一只手 不行 一根手指 我最后的你想 谁啊 谁把这搞得窝炎瘴气的呀 听了 看四周没有埋伏 你应该干什么 啊 我来看伯伯母啊 你应该干什么 你小子胆子够大了啊 干什么呀 打我打我 啊 啊 这个疯狂娘要看星儿的手 你不带人来怎么救他呀 你说你呢 造成他们的头我干什么 管我什么事啊 我不要再弄鼻子 要麻烦自己的神了 我不管 你想个办法出来 现在怎么办 你带什么东西 你钥匙行吗 去去去去 给我起来 路阳 你想干什么 我说什么 我心儿 把那个女人给我叫出来 不然你们老大就死定了 把你女朋友我心儿女朋友 把我的女朋友给我叫出来 你给他多一个一根手指 你们老大就死了 什么 不是 我还是与你老大 我还给你走 我认为我们新的 你今天还有不事 我认为你 原来 不然我这个 我认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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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几个人知道 但是却有人精准能在路上 怀伏着 不管这些人是谁 消息 一定是从我们内部起来的去 所以我们现在的目的 需要找出内鬼了 内鬼中究是小问题 微不足 只要我们干掉了陆阳 内鬼自然也先了其身 情贼先情王 大哥 你这招好 陆阳身边有我们北村的人 过几天他有个交友会 会单独来 等我收到了确切的实践和地理 没错 只要干掉了陆阳 整个海村 就都是我们货家的地盘了 放心吧 你要是需要 有第一个事 肠子还有事情 先走了 我还在说陆阳身边有北村的人 只怕这个人跟他很近 这话不能再调 我还在说陆阳身边有北村的人 对我说陆阳身边有北村的人 要是不过陆阳身边有北村的人 尤其是不过陆阳身边有北村的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 郭队 你上到了 我身边没有北村的人 怎么回事啊 我找了呢 好几次找呢 来找我们 进去出动了 好 你死人 你这还没有后门 你就跟后面那种相连的 不过你去了也没有 你已经被发现是那个人了 除非 除非什么 找你个屁肆吧 让你跳一跳 老飞 你说这个内奸 这边早晚被撞了 等会自然就知道了 不过呀 陆阳那小子 现在就算是小找人帮忙也来不及了 这事 你办的不错 嘿 大哥不好了 我家被包围了 哎 不知道 大哥 他们这是为为救赵 抓卧底要紧啊 滚了屁的滚了 我的家都让人围了 爷爷还在家里 都别弄了 跟我混混的 你只有这人 这是什么 我店也吃光 对 你也可以吃光 我得不滚了 你과 你去挤光 我还在家里 拆开了 你去 我自己去 我去 我那我去 我去 你什麼 誰啊哥 他們一個一個房間裡搜 這人就殺人 我們躲在飛哥的房間裡 他們沒收你房間 大哥除了飛哥的房間其他房間都搜我 你敢誣陷老子 不是我我上岡大哥都不做的 行了 好誰 這也是 大哥 他們就明顯是栽贓我了 人 是你掉水的發明 剛好出去就有人來跟我獲獎 又瞧瞧我沒送你一個好家 這事怎麼這麼窮 是他 這一是他搞的鬼 就是我的貨家 你知道貨家沒人 故意帶人圍攻貨家 這一切都是你搞的鬼 夠了 知道要出去裝那個 只有你跟我兩個人 你還想交別 大哥 你一定是不想說的 你們知道我們要是抓那鬼是嗎 他不知道 我們倒還存不夠二十分鐘 救人能來為我獲獎嗎 這麼快的時間 特種兵團嗎 在這個金船 沒有人有能力調動特種兵團 那好 就這任何人的警示 下手中 我沒想殺 大哥 我以為 你要殺 誰想殺我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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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著你多少年 隔著你多少年 就這麼白死了 勾鞋還這麼露洋 還是為我獲獎 難道 該死 好好好 破壞臺 不要以為在北村 就能隻手遮天 別忘了 在金船 誰是老大 都是被招起來 我還怕你不成 誰動了手 我該死 還 與風 殺了我兒子 不必要死 靜命 你试试 这里 可是货家 货家 也不过是赵家的开门犬而已 货家 也只不过是赵家的开门犬而已 刘欣啊 你来了 这是怎么了 说说吧 这个人 杀了我儿子 杨先生 您得给我做主 是你干的 啊不 是我让他办的 呦老虎 你也会替别人挡墙了 哎 事实而已 我的兄弟也不多了 我保死不 你们两家 都是替赵家办事 我不想你们起什么争端 可他杀了我儿子 你儿子害死我弟 一换一 谁也不亏 现在最重要的是金矿 啊对了老花 什么时候开门 一切顺利 下个月就可以开工了 老唐 啊 你看 今天这个事 就这么平了怎么办 给我儿子死了呀 杨先生 您说怎么办 就怎么办吧 你多个手啊 说什么 你消息 啊 啊 啊 我跟赵家的 我跟赵家的喝手啊 就是唐书冈的人生 也是他最早发现了 你爸承包的那座荒山的情况 这么说 我爸是 是唐书冈跟也要一起做的 为什么 我爸可是他亲弟弟 唐书冈这个人 为了钱没有亲爱 你以为他亲爱 你信不信 只要我愿意赔的钱 和儿子的命 更可存在 这个金矿 修计是多少钱 我也不清楚 但可以肯定的去 我都不相信 行了 这段时间也别忙 北村这边 事情都别管了 和烟出去找找个子 好好休息 谢谢哥 女士 只需要 能吃吗 没有 欧阳 没有 这就像一点静子 也可以 啊 你 这拍了 就是 万一 那是 拿出跟他老婆 不用 在北村他還不管 好了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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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別想好過 多好看的你 讓人討厭 我哥哥是 只管我才 那又怎樣 我現在連死都玩 連聊不著 別過來 別過來 小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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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了小琴 人怎麼就死了 那個瘋婆娘想畫了我的臉 是他現在我的 沒問題你說 大哥我也是 恰好路過看到低顏小姐被那女的抓著 我就催了他一下然後他就 家 現在跟湯家 真的是不虛了 不虛了 湯野芳想救你弟弟 一個人過來 阿樹告 出來 阿樹告 不出来 大侄子 好伸手呀 不愧是在云海葬场 待过的人呐 什么废话 我弟弟吗 弟弟 你有弟弟吗 唐琛 哦 你说这是那个 捡来的东西啊 不知道呢 唐叔高 看来你要跟我拼个家破人文呀 家 我已经没有家了 我儿子死了 我老婆也死了 我还怕什么 他妈都是你自找的 现在谈家真正的种 只有你和我 也只能活一个 唐叔高 让我见到我弟弟 你要什么都可以给你 我要我儿子活过来 我要我老婆活过来 我要活我才死 你做得当吗 知道这是不可 那就一起死 咱参加 你一个都活不了 是你杀害了我父 对 你也杀害了我母亲 是我 到底想什么 我想要的 你永远不会知道 让我见到我弟弟 有什么都好看 行 阿诚 我马上救你出来 你别动 你救他 先救下你自己吧 看来今天 我是不好出去的 你知道 我最开心的是什么时候吗 我最开心的时候 就是你父亲死的时候 其次 就是现在 为什么那么恨我爸 因为啊 我看不惯他那唯唯诺诺的样子 那个诺诺的姿态 还有你 你们一家人 都是废物 你们活着 就是丢我们谈家的脸 在北村 谁不知道 我有个废物老弟 差不多就是个老实的农民 差不多就是想活下去 活下去 他凭什么活下去 他凭什么运气那么好 可以承包一座 满是精快的换山 我跟他说了 分我一半 我们一起发财 他那唯唯诺诺诺的样子 我当时恨不得他死 看来 还是为了钱啊 人为财使 人为师王啊 今天 我就送你们兄弟娘 去见你们的废物老爸 你还是亲自去换他 别 外面的人 货华财 黄主任 我觉得吧 咱们两家的账 是时候该说一下 上 你 不想清楚了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杀了货华财 咱们两家的账 一笔够小 否则 你弟弟给我赔账 我也不亏 哥可是来救你 大姿子 你都想清楚了 杀了货华财 就你弟弟一条命 咱们可终究是些谈的人呢 你为什么这么恨他 为什么 他杀了我的儿子 我老婆也是因为他而死 杀了货华财 金矿怎么办 我都已经挪挪到家破人亡了 还要尽管做什么 阿峰 别理我 只要你干掉唐书冈 今后我分你一半 大姿子 怎么样 是要钱 开创地里的命 破花财死了 爸妈真上的死因线索就断了 真凶到底是谁 阿琛 阿琛是我在世上的唯一情人 到底怎么选 唐书冈这个人 为了钱六七五十 你为了钱 你信不信 只要我愿意赔的钱 他儿子的命 刚才成了三 不对 这是一个局 大侄子 考虑清楚了吗 我给你五秒 我后 我从来没回到你 五 四 啊 一 啊 啊 哎呀 啊 够了够了 够了够了 你闹出人命 交不了开了 走起来吧 嗯 可是 这个是阳先生对你这一场特事 揭手 啊 崇之 照耶 啊 你这 tiny 四 你这一场特事 在你面前一文不值 哎呦洛棠 你是吧洛棠 啊啊 哥 你终于回来了 哥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们怎么不回自己的家呀 三个月前回来了 你两个家 你得这么低 哥 我们怎么不回自己的家呀 家没了 那爸妈呢 都怪我 没照顾我爸妈 阿晨 我都怪你 你应该谈我这些事 哥 是谁害死的他们 你爸妈复仇的事不能把阿晨带进来 太危险了 阿晨 你没有跟这些事 哥 那你会替他们报仇吗 他恶如你啊 现在我们最终要紧的事 是好好活下去 阿晨 这几个月 去哪了 那天 我被霍炎王捅了一刀之后就昏迷了 等我醒来的时候就躺到大伯家 这几个月一直在他们家养伤 他已经不是你大伯了 是不是他害死的爸妈 阿晨 怎么办 答应哥吧 这些事就不要管了 啊 哥还有事 你找我自己 哥那你小心点 放心吧 好 你 啊 不说你弟弟没事啊 人有大呀 哎 他们当时为啥他把你弟弟杀了 什么意思 你希望弟弟死啊 没有没有 就是 我从这个理性分析啊 你想想看 他们先是抢你们家狗员 然后杀了你的父母 拆了你们家房子 他这个目的不就是要给你人家口啊 那你弟弟怎么会死呢 难道 还知道你要回来一直要挟你吗 你只是 那我也不是对你弟弟有恶意啊 你听我说 这个 那个在你不在的这五年 我有个兄弟啊 他见到你弟弟 在那个晋川 开着辆豪车 身后跟着一堆人 怎么他回到这就这么怂啊 你确定没看错 我又不是亲眼看你的 大概吧 没 哎呀 别想起有的没的了 我说啊 咱们还是从霍华台身上下手 在他身上一定能找到你父母真正的死因 少主 你们究竟怎么办事的 鹿羊 没解决 唐玉峰的底细也没查出来 现在北村又来了万来事 你们搞定哪一个了 啊 少主 在雨林跟唐玉峰那小子有关系 有什么关系 这 喂 少主 我觉得 跟唐玉峰 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那霍阎王是怎么死的 应该是唐侯飞那小子干的 唐侯飞能调动特种军团 特种军团 嗯 我找人查过那些人的死因 都是一级毙毙 不是特种军团 做不到这么专业 正确 净川 哪来的特种军团 净川 净川 他没有林海呢 一定有问题 我们 喝了几次 查不出来呀 那是因为你们没找到他的软肋 少主 他说软肋 啊 少主 那您的意思 对您心而下手 哇他现在很幸运 嗯 但是这个赵家 究竟什么的事 赵家 是个很神秘的心态 他们拥有净川的一切 而且没有任何人看见赵家的龙头 喂 知道了 是吧 我记得了 系人 这怎么办 这次是 对 你 这个是 有多强最强行不行 当然了好 那就把消防群传交给你 让我来感受一下 感受什么 当然是整个敬川最有权 这没问题啊 但是给你之后呢 我来 担一书好戏 大戏 你管吧 你就往我找我吧家那边 让你问 对 一定要想去投身这种 你说的 说你咱们消防群传在哪 这也太帅了 哥 设班完了 这么有心 你屁胆的 办了 那你怎么不出去走走 好能清闲一点 在家俩休息 没事啊 哎呦王鹏哥 没出现啊 没有 自从你来之后呀 没存现在太平坤 也是 哥 你谁心啊姐姐 我心啊 现在只有你二姐 我听说 他跟路阳在一起 我别提路阳这个小子 一听他我就来起 不就打了他几顿吗 各位其实我有什么办法 现在自己见着他一定躲远点 要不然把这全散了 只说啊 咱们藏人的地方被围了 谁 陆阳 他怎么知道了 不知道呀 老阳 抓紧人手 开工 陆阳 怎么又是你啊 哟 郭老大 你也在这啊 你带人围了我的地 我能不来吗 这是你的地啊 华先生套出来求求呢 少了吗跟我扯足了 你到底想干嘛 你问我想 你抢走我的我的女人 你问我想干什么 林先生是女人 这不废话吗 你问问他们 从哪儿绑的人 我老板 货不及家人呢 那你是怎么找来的 这个 我当然可能告诉你了 看我干什么 我哪知道这个鬼 也是 除了这里的守卫 只有四个人知道这 哪四个呀 喂 屁事 关我屁事 你绑了我的人 你们关我屁事 伍阳 我约在这里装疯卖傻 赶紧滚 狠老大 我女朋友还在这儿呢 你给我滚啊 人 今天是不会交给你 这么说 霍老 你是要跟我海分 拼个你死我国 是又怎么样 那就来吧 那就来吧 等一下 什么 他们单挑啊 单挑就算了 不过我觉得你说的也是 没必要因为一个女人 今天你死我活吧 我就给你把他给放了 今天我必须带他啊 现在确实不是跟罗阳 听着你死我活的事 就常常听 不行 您心然必须死 唐书刚 你想把我往死的逼啊 那又如何 大不了 鱼死网破 怎么个鱼死网破 咱们之间的交易 他们还不知道吧 啊 什么交易 交易的事一会再说啊 先放人 等等 我倒想知道知道 你们有什么交易 他再搞混人 唐书刚 你把人放了交易的事情 我将永远保守 我说什么 给我弄死他 住手 这件事情没弄清楚之前 谁敢动手 我就弄死他 胡老大 你不相信我 让他说说就不 陆阳说的话 你也信 陆阳说的话 有时候 你忍得你 车子身边人 陆阳 你说 我说 你放了明星吗 我保证 庞书刚 既然你把我往死 就别怪我背信气了 你这个交易就是 庞书刚 你让我杀了他的弟弟 霍炎王 你让我杀了他的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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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帮我杀了唐语峰 鹿眼 你挑拨李箭你 我挑拨李箭 你把李箭还抓到这 不就是想我们拼个两败俱伤吗 路人退后 放人 不放 看来 你真的是要把大家一起死 姓霍的 今天你不动手 以后在北城我是老大 哈哈哈哈哈哈 看来 你果然是对我的位置 实行一几乎 什么 还没开始动手 就内斗了 现在看来 谁是内 谁是外 还不一定呢 霍华财 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 北村算个什么东西 你什么意思 北村 在静川 不过是个大蛮之地 除了金矿 还有什么 那你的意思 是想灭了我过去 你没站听通了 破华财 你太愚蠢了 我们只不过是赵家的一条看门犬 这里都不懂 那是你 不是我 难道你向背叛赵家 我跟赵家一直以来只是合作关系 是你把他打出 我不是 在北村 老子说了算 你说的算 在整个静川 是赵家说的算法 杨先生 您来了 老霍 你想背叛赵家吗 阎王的死 是不是赵家的意思 是又怎样 不是又怎样 赵家是要跟你解释 这里可是北村 是北村又如何 我杨涵今天把你们霍家人全灭了又如何 老霍 学学唐书冈 别搞不清楚自己的位置 我学他 我可不是一条看门狗 好啊 那你就去死 在静川 没有我们赵家办不到的事 霍华台 怎么样 是当看门狗 还是当个死人呢 你弟弟的事 有那么重要吗 现在乖乖听我的话 以后再赵川 我说了算 你不仅要做赵家的看门狗 还要当我谈家的看门狗 你再说一次 你可想好了 我死了 你们整个霍家都在赔赵 霍华财 你想干什么 不是 是 霍华财 你竟敢背叛赵家 你知道什么后果 老公 你们走去看不看赵家了 住嘴 那杨先生你的意思是 背叛赵家的 一个不留 美村以后 无必再姓错了 真要做得如此之决 是有这样 兄弟们 吵家伙 我的 你我连什么 这干掉就不这样 就凭你的实力 你想跟赵家斗 你真以为 晋川 是赵家的天下 难道不是吗 你呀 太不了解我的实力了 你的实力 我都查得清清楚楚 那些都是表面实力 从新天起 晋川不再是 较诈的 骁龙军团 何在 哈哈哈哈 我还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个疯子 兄弟们 给我上 不要 真的是骁龙军团 骁龙军团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问问他们呢 三 二 一 不是 骁龙军团 为何会来我晋川 不行吗 老子想在哪就在哪 我晋川也不是没人 不惧你骁龙军团 那你能带我 我晋川 说吧 你想怎样 放下心 滚出北团 你记住了 我们赵家 会回来的 不 从今天起 赵家与你获奖 不死不休 走 放开 放人 退下吧 我晋川 你 事已至此 咱们就和赵家 彻底决定吧 兄弟们 都不想当赵家的看门狗 你不知道 赵家是你以后的权 怕什么 只要我们兄弟一条心 赵家根本不算什么 兄弟们 从今天起 我们获奖 你赵家 不死不休 是 老大 杨哥 嗯 这到底 是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哎我跟你说 以后明天再敢欺负你了 我不是说我 我说iPhone 我不是说我 他自从回来以后 就说变了一个人 又轻不忍 他感觉 他有大意中帮我 阿峰叮嘱过 找到真凶之前 不能把心儿扯进来 哎哪有 我跟你说 他就是变了 为力士组就轻不忍 他们以后 离他远点 咱呢 哎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意思啊 等这些事情过去了再说 什么事 你别管什么事 反正 都过一日人再说 你看今天 多危险啊 杨哥 你跟我说实话 杨伟高 是不是有在暗中 教权他父母的死因 哪有 我跟你说 这小子就是个王八犊子 这小子有了新女朋友 而且还当了北村的二把手 你 别想他了 也是 他已经离我 变了越远了 他已经离我 我这事 我点事 你先回去吧 叔叔啊 这事我办怎么做啊 现在 高红军囊已经特别报告了 你咋死到 你这话什么意思 小红军囊报告主导 任何和他们有关系的人都会有 我也没办法找他们办事了 我就是想救星儿 还处理一段大波 你开玩笑呢 哎 这看乱点是装头之戒 这事也差怎么样了 几乎可以肯定 他们的目的 就是我自行方善奖进化 金矿的价值呢 太大 所以霍家和我大伯仪家联手 是还 霍家一家 和目标这么大的金矿 所以赵家 赵家一定可以 赵家 那就麻烦大了 怎么 赵家 可以说是 可以说是掌握了敬川一切的地上生意 那地下生意 地下生意 地下生意是由 盛安会所掌握的 这两个事业 斗而不破 第1亿 我对赵家究竟也比较强 这么说吧 就算是孝东军团来了 他们也会死 何况 何况孝东军团的鼓励还在云海 阿凤 我说 已经霍颜奥庞桑都死了 要不咱们就到此为止吧 我一定要查出这些 何况我父子在你身边不来 那我担心你啊 你放心吧 霍家已经和赵家反目了 赵家不灭 我依然会死 但是无论是赵家还是霍家 你总觉得还差一点 经隐约约 觉得还有一点 你怀疑谁 喂 阿晨 哥 我们回老家看看吧 好呀 你等我 我记住了 先搞坏 啊 你笑好了 你杀错了 哥 还挺早呀 我早就想回来看看 我早就想回来看看 对啊 你回来 就来我一次 这五年 慢慢够了 咱们父母一直老实本分 没想到最后 阿晨 你知道那座黄山的时候 你是说金矿 我从来不知道什么金矿 听说 这几年你在晋川过得不错 你听谁说的 谁说的不重要 谁说的 没有 我是想在晋川 打出一片天地 也正因为如此 才没有时间陪父母 那你知道赵家吗 在晋川 谁不知道赵家 你觉得爸妈的死 还没问题 我不知道 你多有 哥 你怎么说 我就怎么做 阿晨 哥 如果有一天 我发现你背叛了 我觉得 我会杀你 哥 你说什么呢 哥 你说什么呢 我就是问你 你觉得我会杀你吗 多大的仇恨 父母仇恨 多气喊 怎么背叛 勾结万一 四个仇恨 为什么 值得让自己 哥 你说什么呢 赵家到底什么 可能有点关系吧 在唐书冈家那天 跟你们就没有受伤 也可能受到点小伤 到底干了什么 你自己猜呀 哥 哈 小沙子 对 我身上没有你药的脖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从小到大 爸妈把你当宝一药 对我是人意相当 对我是人意相当 凭什么 我喜欢宁幸啊 你还要跟他在一起 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 你们一家 都是自私的小人 是人意相当 在我十岁那年的时候就知道 我是家里减癌的器人 你不知道 对你 比我多太多了 比高成的些没用的 抓住他 你不是挺能打的吗 打 想给你的父母报仇 你拿什么报仇 不管霄东军团是不是你个人 现在已经在赵家的密室监视之下 陆阳也救不了你 陆阳也救不了你 你死定了 到底干了什么 我干了什么 你还是下去问你的父母吧 你死 这个世界就干净 放心 我会照顾好心 你敢 我有什么不敢 跟你的父母一样 废物 永远都是废物 现在 你的家是我的 你的女人是我的 你的矿山也是我的 哥 你说 没关系 你先走一步 你的兄弟陆阳随后就等 哦对 还有你刚认的大哥 霍华才 我也会送下 我要让这世界上 跟你有关系的一切 全都消失 动手 我看谁敢 你 沈安会 哥 哥 跟我错了 哥哥你别打了 人间是消防通团 人间是陆阳 天明都忘了 赵家在竞争最大的努力 是圣安会 三个多 风帅 人消防通好 我在陛队 风帅曾经救过我三次 是我的救命恩人 叫大哥大哥 今天我饶你 走 我得 我就掌栅 你 把俄估计 我掌你 和她继续 这种 你却应该帅 你来 不再赵家 你 你 你说在京川赵家的势力太恐怖了 我们根本不是对手 看来 活加药物 哥 你有什么想问的 杀害我父母的凶手 究竟是谁 你父亲城堡的那座黄山 发现了大量的惊慌 于是赵家找到我和唐叔叔 威比利诱想从你父亲手里堵坐 但你父亲始终没有同意 那他们是怎么知道惊慌的 由于唐晨 唐晨 唐晨早就败入了赵家的门下 意外从你父亲口中得知了惊慌的消息 但你父亲始终不愿意开随 就怕断了村子的水源 所以唐晨就在你父亲眼前 上演了这么一出家死的戏 最终从他手中得作 赵家 赵家是我们热不气的 哥 赵家背后的主子究竟是谁 赵家的家属 赵同他 五年前 你进了我们赵家的门 成了我的干儿子 我当时在想啊 你应该是个不错的人才 赵家 赵家 可惜啊可惜啊 就一座金矿的事情 你办了这么长时间也没办法 这些让人大事作妄呀 对不起干爹 行了 行啊办了 好好想想 给那个哥哥的车子 要不啊 死的就是你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哥哥要是知道 星儿姐 唐玉峰已经不是以前的唐玉峰了 什么意思 这是阿峰 她已经上门成为了货家的人 星儿姐 她当初跟你讲的话都是骗你的 你从来没有真正的了解过她 星儿 以后就让我来守顾你吧 我发誓 我会对你好一辈子的 阿峰你知道的 我一直都是把你当弟弟看 什么弟弟 我现在拥有的比唐玉峰多多了 你为什么从来不正眼看我一眼 阿峰 我以前就不喜欢你 之前就说过很多次了 为什么 没有 我们做不成功 我们做朋友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就替你报仇 报什么仇 杀了唐玉峰 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那可由不得你 他敢背叛你就必须死 阿成你不要这样 明星儿 我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嫁给我 要么 陶宇峰死 哟 这是想给你大哥出头吗 去死吧 好久没有亲自动过手了 这腿法 是萧龙军团的手势 你果然跟萧龙军团有关系 没错 以前我是萧龙军团的人 钱 嗯 一日入萧龙 终世不得叛 好像是有这么一岁 不过 上一任的萧龙主罪 已经是 知道了 好像 是吧 你就是萧龙军团头好判的 杨涵 没想到萧龙把我排在一号了 啊 萧龙军团成一百年 就出过你这么一个盘 那那我还请光荣呢 对吧 你逃不掉了 喊萧龙军 必死 我根本就没逃了 这些年我一直在照讲 你有本事打过来 霍家输人 霍家 哪有什么霍家 你什么意思 哦 我想起来了 就在刚才 霍家的人 全部都是罗王啊 你的妻儿老小 已经在你之前 先走一步了 哈哈哈 杨涵 赵斗泰实力强大老毛深算 在静传 他若想灭掉一个家族 真是一路反正 既然知道赵亚的实力 为什么还要和他死亡 这些年 我跟赵家合作 虽然得了不少谎说 但兄弟们看我的眼睛 也少了 圈子里的人看我 就堕了一副粥 坏人当久了 你再多了 我为赵家做了许多上帝害理事 我弟弟燕王也被刺死了 所以这次跟赵家死过脸 就当是受罪了 我为赵家死过脸 大哥赵家人又动手了 动手哪里 说 整个北村都被扫了 吃不快 赵斗泰啊 赵斗泰 你 好久不见啊 获得了 杨涵 你个兔赵 获不及妻儿 什么获不及妻儿 在我杨涵眼里 把背叛照下来 就是 我杀了你 就凭你 你让人家无聊 你让人家送 那你怎么办 上 为什么要过去学校里面 快去救也来 给我上 一人 人 什么 打死 怎么了东方 做咋完了 我你脆快速 不 我得退 救我 那就 从来死 我得去找他 从小到他 啊不是我哥幫我害他 我必須得去丟他 你跟家人團隊嗎 走 哥 我不行了 我跑不動了 你跟阿峰走吧 你不走啊 你現在是哥這個世界上 累得起 這個的話 好好好下去 你想著給哥保守 啊 能答應可一件事嗎 你說 不管你取不取人 答應吧 保護 別讓他收動 收走 還是我可以答應你 你趕快走在這兒了走 你先走 我掩護你們 阿峰 啊 你呢 你呢 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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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早就知道了 你這人也很 我知道了 你為什麼不拆穿我 你死不得 但是 對地主的感情 你也不懂了 你怎麼重感情 是否對 你不拆穿我 我靠我 我眼睛 我 我真正 是 你不拆穿 我 你不拆穿 我 身體 身體 我身边的也是 要说这些事情都是我们 想过你会说这种话 我是个恶人 我身边的也是 要说这些事情都是我们 我想过你会说这种话 被逼的我自己都不信心 现在没回家了啊 不是你的问题 是我们 太贪了 只不过又遇到了 更贪的人而已 但我的一个原因 我知道 我弟弟是你杀的我 你是不是 我不怪你 不怪我 我们这些人 既然能在灯下生 同样也会在灯下死的 只不过 是谁动手法 必须得给我爸妈报仇 到此为止吧 杀害你爸妈 大多都要死 找到太 他还没有死 丁哥的话 好好活着 你 都不过赵家 好 不仅仅是为了活着 还是为了身边的人活着 是想给文贼 不仅仅是为了 你给爷爷做吧 快做 别忘了 你答应我的事 真无趣啊 让你来挖自家的组 赵总也太狠了 我又不是唐家人 看来还是少主你更狠呢 马上要开商呢 这座坟在这看得太不爽 不爽的是你吧 你什么意思 我猜挖坟是假 少主是想引唐宇峰现身 看来你不仅只会打架 不过唐宇峰有骁龙军团 又和陆阳结成同盟 能搞得定吗 陆阳不足为惧 我担心的是 沈安慧 沈安慧 和唐宇峰有什么关系 沈安慧的老大 张沈安 嚣张于唐宇峰 唐宇峰的背景这么强大 他为什么一直躲在货家 他想查出他父母真正的死因 查出来了 只怕是要正面一站了 即便如此想扳倒赵家 也不可能 你说唐宇峰他今天敢吗 腾辰 我这不是已经来了吗 你还真不怕死呀 我的哥 你终于来了呀 你不是一直在等我吗 你现在你想怎么做 腾辰 你没想到 当然是开山挖坟吗 我父母养了你二十几年 你就不怕你生的儿子将来也挖你的坟吗 罪毒生不了 我说的是事实而已 大家请看 这座荒山是赵家的财产 我今天来开山挖坟 谁阻拦我 就是跟赵家过不去 都听见了吧 赵家呀 好怕呀 路遥 你别阴阳怪气 这是赵家的山 你阻止不了 我不阻止 你挖呀 那你呢 你这么说唐玉峰 我挖你呢 我给你拍个照 到时候给你登报什么 应该会有不少人骂你 你觉得我会在意这些 那就再给你出本书 记录一下你的英勇事件 我发自家父母坟 五星往来 第一 我 少主这是空坟 黄玉峰你敢签坟 我为什么不敢呢 你有问过我吗 一时二 再怎么说 这里面原来埋的也是我的父母 你竟敢私自签坟 哎 大家听到了吧 他刚才说这里面埋的是他的父母 又要挖自己父母 大家说 他是不是个畜生呀 是 回去给他登个吧 把他火一火 好的风哥 黄陈 你真是个畏鲁 好 星儿 哥 我马上就跟星啊结婚了 既然是一家人 我马上就跟星啊结婚了 我马上就跟星啊结婚了 到时候要记得来参加弟弟的婚礼啊 丁言啊丁言 我哥现在对宁星啊还是念念不忘 他只不过是利用你进入过境 总圈说的是真的 你杀我哥哥我只当你是报仇雪恨 金儿 陈宇峰 我一定 要你不得好死 星儿 你别上烊躺真的当 阿芳是为了报仇才投入霍家的 静儿 记住我跟你说的话 今天也看到了赵家的实力 你要是不是嫁给人 我 真的要嫁给人 真的要嫁给人 唐琛 你几个猪狗不如的东西 你今天别想走出这里 鹿洋 你不过是掌管一个小小的海村 别不自酿力 我们海村人不怕任何人 父亲把你当亲儿子 你哥为了救你连命都不要了 你几个猪狗不如的东西 为了金矿害死了自己的父母 抢个自己的大嫂 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样不小的东西 鹿洋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看不惯你 阿峰不叫你老子要叫你 阿峰不敢杀你老子就要杀了你 拿你拿试试看 唐山 你我的兄弟情意已经结束了 你要取谁和我一点关系 但是 所以你的主子杀了我爸妈 这个仇 你必须得认 阿峰你不要冲动 闭嘴 所以你今天是想在这里拼个离死我活了 就在这里 这儿是咱爸的荒山 一切在这开始也在这结束 只是 会死 只 那你杀了我之后呢 再杀你的主子 杀你 太 是谁说要杀我 你就是陶宇峰 你是一个唯一敢杀我随名的人 我爸过了今天 就不会有的 再度穿 没有人敢动我们赵家 这里是普通 北村也好 海村也罢 定川像村里有很多 在地方 只要有我们赵家 可以让这些村子 分分钟想失 性命 这老东西没说过 在这一切有很多路 夜之间所有人都消失 見面 不让 我们现在我滚出集团 今天被我抖洗 我们要是这个 这也是唯一一次机会了 要我们怎么可以 带我父主 我们先喝三个水 我在死那时候 亏得很钱 那你们就别活了 我打不完 啊不 怎么办 怎么办 你又打了 打 赵家的人要多少多少 打不完 怎么 你咱们滚出剑川 行 你能做一分钟英雄 不做一辈子诺铺 赵家的人 老子怎么打死你 你来了一波又一波 我说了 赵家的人要多少是多少 打不完呢 哈哈哈哈 赵一峰怎么样玩的可以吗 要不要我亲戚再陪你再玩一会儿 不管是人还是钱 都不是我们对手 既然这么有钱 何必惦记我们家的金矿呢 还是整个金矿 比你整个赵家都有钱 再进车 表示赵家想要的东西 那都是属于赵家的 如果你父亲愿意跟我合作的话 他可以大占一比 你也 挺有什么 凭什么接受你的事实 那他就得等死 你也一样 行了 不要在这你就下不远了 那你就应该怕什么 我怕了 我怕了 哈哈哈哈 把蕭龙军蕭龙金盘在云海 你怕正龙 正龙如果在这也得死 哦 是吗 王不帅我也王不帅 张老爷子 好久不见 龙帅近年近川 也不打个招呼 那你敢打扰啊 我是来看我兄弟的 杨涵 我们也很久没见了吧 龙帅很高兴又见面了 你杀了上一任骁龙军团 郑帅 郑帅也是我师父 这笔账 我们什么时候算算 梁涵现在是属我们赵家的 什么呢 那我师父的死 是跟赵家有关系了 我可没这么说 龙帅啊我知道 骁龙军团 现在你来掌管 但这里是我的地盘 于亲于礼 你就这么闯定了 恐怕就觉得太合适了 哎呦 那罪名就大了 我不过是来看看我这兄弟 据我兄弟说啊 这里是他家的山 白纸黑字 这里现在归赵家 我不是来评论的 我是来帮我兄弟忙的 还有你们这些事 我们这些粗人不懂 这么说龙帅要管定 我要说 是呢 好 那我就要看看 龙帅有什么本质 能在定川 奈我 兄弟啊 几个月不见 你瘦了很多啊 搞得家破人了 想胖都胖子 这是我兄弟 路阳 陆阳 我就陆阳 我就陆阳 早就听闻萧龙俱团龙帅大名 龙帅 多多赵王啊 听说你父母出事了 你本来想亲自过来看看 烂河云海那边站着吃紧 事情都查的差不多了 现在就是想办法 还没有成功 赵斗泰的实力 远远比你想的要强 千亿万万万 那 想让圣安会呢 张圣安事业猛将 但即使骁龙军团 和圣安会的人联合起来 也不行 可以是可以 但是会死很多人 让兄弟们为了我报仇而洗手 知道 那怎么办 难道放着赵斗泰不管吗 哎 赵斗泰是不是说过 太近了 没人能送赵斗泰 是啊 那老东西还真没送 既然没人能送赵斗 赵家 是不是能送赵斗 你说 唐称 唐称 唐少主 怎么了 什么是这么急 我们之前说好完了 灭了货家 货家所有的财产都归我 对吧 是啊 我死了三十多个兄弟 才把货家斩绩杀绝绝 你现在什么 货家当场没钱 狂臣 你别说你不知道 不可能哪 国家在北纯经营多年 家大业大 货家的账 只有你 我就赵总三个人陪动 你的意思是说我 不是你 那么说是赵总 有什么证据 我没有证据 以后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 别跟我干 记住了 你姓赵 你们俩人弄得 沸沸扬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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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 就为了这些小钱 这俩话好不好 什么那车子还有那油铁 你买那么多你干啥 是不是 知道了干爹 我来了 我来了 撑了我 杨涵 姚雨冲 你热钱 连命都不要了 凭你这件笨事 还杀不了我 我确实杀了 看来你还有点自知之明 但有人能杀了 谁能杀我 杨涵 郑龙 我说过 我是不是 会好好地算账吗 既然如此 我也正想试一试 骁龙军团第一高手的实力 来吧 杨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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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你出来跟我说话 杨涵 杨涵 死了 干爹 大哥没气了 不是干爹 我刚到 杨涵跟我这么多年你 你不知道吗 我知道干爹 可是我来的时候 他就已经 没气了 不管他是怎么死的 你脱不了干系 干爹 这不是我杀的 杨涵 我想告诉你 你姓唐 不姓账 我知道你很优秀 所以把很多权利都给了 但我一样可以把权利都收回来 你知道吗 知道干爹 我没有亲儿子 但不妨 再多一个干儿子 你给我的事 你给我的事 不给我 就抢 现在赵斗泰已经开始怀疑唐城了 不 你这脚厉害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局 他们很快发现的 那你做学业干嘛 至少 让赵斗泰对唐城起戒心 哦 我知道了 你也想让赵斗泰架空唐城 嗯 让赵斗泰起戒心 是为了引起唐城的戒心 你跟我说赵斗泰啊 不 唐城这个人内心贪得无厌 六亲五人 一旦让他感受到危机 他一定会出的自己的 你跟我说赵斗泰 唐城这个人内心贪得无厌 你说 该让师范会出场了 赵老大 喂赵老爷子 有时间吗 赵老大有什么安排 嗯 没安排 就是你们赵家那个唐城 最近做事有点乐器啊 请找你聊聊 赵老大不会是让我亲自到你那里吧 怎么敢 赵老爷子 您说地方 我来拜访你 哈哈 好 行赵老大 融发饭店 好的 赵老爷子 我给你准备那份大礼物 功后大驾 哈哈 成哥成哥 怎么了 没看见我在捡花吗 大哥晚上要见张胜安 张胜安 见就见呗 两个老大的事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还知道 张胜安好像抓住了一些什么秘密 准备告诉赵斗泰 秘密 什么秘密 轮船的事 还是崔载的事 成哥我们背着大哥做了那么多坏事 随便一见都要命啊 他们在哪里见面 融发饭店 这么偏僻 是不是想让人知道啊 大哥没时间招几人手 就怕人多嘴杂 看来他确实是知道什么了 大哥怎么办 去找几个信得过的兄弟 成哥 李思想 老东西心狠手辣 我们一不做二不休 把靳川两位老大都送走 这样 赵家和盛安会 就全都落在我们手里了 知道了 我这就去办 老东西 既然你想动手 那就别怪我心狠手冒 麻痹啊 那我该打电话呢 喂 赵老爷子 赵老大 你人呢 不好意思 赵老爷子 路上堵车给你准备一份大礼 花点时间 什么大礼 还照不到我可走了 别急啊 赵老爷子 我这份大礼包你喜欢 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行啊 我倒要看看 什么大礼 好的 赵老爷子稍等一会 大礼 附近有盛安会的人吗 这一片都是我们的地盘 全是赵家的人 盛安会的人进不来 盛安会的人动了吗 都给后处埋伏好了 再等等 马上呀 举个好戏看 哼 陈哥 张胜丫来了吗 还没有 带着大哥快等不及了 想走啊 我等了 动手 哎 阿姜 你又要见谁呀 我说呢 这个张胜丫说要给我什么大礼 啊 搞反正就是你们这些 哎 真是不出我所料啊 干净 你说你这是何苦的 咱们做一对父子 子孝的父子不好吗 怎么总想着先看儿子呢 哎 唐晨啊 你啊 太狠 太独 太没有人性了 不配做我的干儿子 那你是一直在利益我吗 原来有段时间啊 我曾经是把你当成是我的孩子 不过 你连你自己二十多年的妇女都能害死 哎呀 我怕我以后 也会死在你的手里 要不是你想动我 我今天绝会做这条路 哎 老陈 不要说那么多借口 就算是今天 你没有见到张胜丫 我想 就算以后 你以后再有任何猜忌的话 你还想会做这条路 赵家老大的位子 可不是那么好坐了 我想试试 阿光哥 我要跟你说一句心理话 可能你也听不进去 但是我还是要对你说 如果说 赵家就是一个大铁龙的话 那我 就是这个铁龙里 唯一有一把钥匙的那个人 如果我死了 这赵家铁龙里的血兽们 就会发了疯一样跑出去 所以说呀 什么 骁龙军团也好 盛安会也罢 只要有我在 谁都不敢动 赵家一根寒毛 干爹 可是你在笼子里面关注的 还有我 唐真 你干爹我 在下面等你 哪都找不到你啊 我还是躲到这儿吧 沉短 唐真上队了 他现在摔下龙头 不过很多人都不服他 对了 互你的时间确定很好 明天 铁得起头之后呀 每次我们录路我后家这个院子都会感慨 要是将来 有一座这样的房子该多好呀 现在货家财产不都是你的吗 我已经还给村民了 是你做的事 只是这间院子 没有人要 为什么 死太多人了 最近 是 这货家两兄弟作恶多分 落到这么个下场 也是他们最有应得 你说货家也好 其实都是内心的贪运在作祟 他们明明已经很有钱了 为什么 还有他们无厌呢 因为人的欲望 是个无敌洞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填满 同帅 怎么感觉你在嘲讽我呢 是安慰夏丰 同帅 事情都过去 兄弟们 今天就是咱们的最后一战 大家要不要再招待 大家乘生追击 下游死 来兄弟们 干 新郎 我终于取到你了 新郎 你有什么话要对 闭嘴 我从北村里的小穷小伙 现在成为了竞钻最有实力的男人 这一路在我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我总没相信 就不知道 心里面还没想到不可 但我相信 时间会存在一切的 幸而 我会好好带你来 现在你可以说话了 让我们用掌声祝福这对新人 现在还有什么来逼没有到场吗 等一下 主持人 还没有问 有没有人要反对这种婚礼 王女虎 你想干什么 弟弟 今天是你的婚礼 做哥哥的 怎么能不来呢 你在这些人家参加过你 这些都是我的好兄弟 我们来 给你捧个场 曹玉峰 给你一分钟的时间 带着你这些兄弟勾 你还搞不清楚现在是什么状况 我现在是赵家的龙头 赵家 可是你姓唐呀 那又如何呢 那你看看周围 有多少个赵家 你觉得现在还有人要帮你吗 唐玉峰 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 别给我戴这个狗乱 拿他们的账 以后再算 我要是木子 我到底想干什么 林青二 我爱你 嫁给我吧 唐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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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眼 唐玉峰 把你抓卑鄙像人 雅耳 是我对不起你 请把星雅放开 休想 唐玉峰 你说这有两个角色 把我搞得家贵了 我也是为了给我父母抱着头 是你伤害的我 可是我们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的关系 你去骗我 说吧你想怎么样 我要你在我们之间 什么 你这又是何必呢 知道我根本不爱你 你选他吗 你选我吗 还好吗 你冷静一点 好好活下去 这也是你哥希望的 别人 我把他放进去 你一把我活下去 他从哪里都和你 你把我活下去 唐玉峰 我放进去 你把我活下去 他什么你都和你 你不老狗 唐玉峰 唐玉峰 阿岑 他們 讓你 你怎麼不適合他呢 還有我 哈哈哈哈 連你我 相信了你 殺了他 這是假的不是真的 這是假的 是男的 先殺了我的腦袋去死吧 兄弟們上 媽的 現在我宣布 二位正式成為合法夫妻 我和星兒結婚了 你們的仇 我也給你們報了 如今的北村 又回到了以前那個 安靜祥和的樣子 我和星兒打算住在這裡 爸 我會種好你的果山 媽 我會管理好你的菜園 再和星兒生一個大幫小子 以後呀 年年代去給你們磕頭 大家按照 我會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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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還有 我會想要 我會想要 感谢观看